好 欢迎回来 接下来我们为您带来这场男子团体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二盘 那么是有两位小将 赛林威对薛飞 现在首盘比赛呢 曹威和余和一是战胜了方伯和余子洋 这也是一场直衡大战 那在首轮比赛当中呢 赛林威是3比2战胜了一队的人号 也是为团队拿下了比较宝贵的一分 在男子的单打的比赛当中呢 他是从资格赛打起进入正赛 但是32进16的时候 决胜局领先的情况下 相较于赛林威来说呢 薛飞成名更早 尤其是他是这种纸板打法 直拍恒打也是让大家对他抱有希望 觉得是下一个这种王浩的接班人 而且呢 薛飞也有这种大型赛事综合性比赛的参赛经历 18年的时候参加了雅加达亚运会 当时也拿到了男团冠军 这场比赛对于薛飞来说 压力可能要稍微大一些啊 因为男双在第一盘是丢掉一分 出来了 漂亮 好 谢谢 好 谢谢 薛飞呢 个子还是比较高的 而且呢 身体素质非常好 尤其是他的步伐 嗯 这两个发球都被对方直接拧死一个 第二个是调打 赛里维追到8比8 第一局来到9比9 还是薛飞发球 直接奔长的 漂亮 好 准备 反手一个发力的抽中路 前面的一轮发球 发的两个短效果都不好 都被对方直接上手 这个关键分9比9 直接奔长 10比9 连开第二个长球 这个反手没有上台 第一局的后半段 两名小将 主要就是在打发球接发球 漂亮 反手撕完之后 正手发力 这样赛林威拿到局点 这球呢 发了一个中路偏正手啊 所以赛林威拧起来就没有前面拧得那么舒服了 追到11平 关键分两个人还是在打这种前三板的变化 这是高抛 发正手短 直接领正手大角度反拉一个 夕飞 剧飞 局点 这球又被拧了 剧飞的这个逆旋转 感觉 总是有点发冒 都是被赛林威直接上 能够少犯错误 失误更少 这样15比13 薛飞是拿下第一局 团队来说都还是很关键的 如果薛飞能够搬回一盘的话 1比1 接下来出场的是方博和余子洋 两位世界冠军 其实还是稍微占一些优势 那么如果赛林威拿下 赛林威的五位失误 显得还是多了一些 拧个中路 两个对反手 薛飞防得不错 这球防守当中是主动变直线 内续的给中路 打到相持阶段 还是薛飞的能力显得更强一些 追到6比9 中等力量防住 再冲正手 薛飞时比6 拿到第二局局点 这球接发球接得不错 快批中路底线 顶住薛飞 这样11比7 薛飞又拿下第二局 现在大比分是2比0令金 也去中路对注 那赛林威是这个中等力量 贴住之后 薛飞两边发力 球确实要更加厚实一些 单板质量更高 两个人行程 对了 赛林文在得一分 把正手短 在摆短 这个球批长 翻手这个球没有拉上 这样11比9 赛林威是扳回一局 双方现在打成2比1 进中路 对了 反手相持 薛飞再一次的失误 我们看两个人的这个气势 也是此消彼长 在沉寂了两局之后 现在赛林威在场上 开始掉 这球 这球发的是一个出台球 薛飞下意识地想要上不米 被顶住了 小江的比赛 起伤比较大 前两局大比分的赢 这两局呢又是一上来大比分落后 这两个人相持住 带林威穿直线 这球比较有这种杀伤力的球都没有太打出来 两个人形成对拉 来到反手之后 穿直线 又是穿反手 要回到侧身位 薛飞拿下这一分 还是连续地给中路 随飞这一阶段的相持球质量比较 就是失误比较多 也是因为赛林威的球呢 其实不是这种特别大路球 前冲性很强 两边抡开了质量 很高 所以今天用中等力量 这样赛林威在连丢两局的情况下 现在是扳回两局 赛林威所在的这个团呢 能够再下一城 取得2比0的领先优势 一上来感觉赛林威这边气势出来了 赛林威是两个都是反手 赛林威是两个都是反手 中路啊还是没有发力 中性球中等力量贴住 薛飞觉得一直有点借不换方位 白日发正手短 接着白短 跳 反手贴一板之后 正手有机会再发力 学生局一上来赛林威打的还是比较合理 漂亮 这几分打得还是很清楚的 没有机会呢 就防住 中等力量防住 转正手之后有机会再进攻 还是台内控制继续回摆 这球薛飞推挑失误 3比8 又是一个幸运球 还是擦吧 这次我们比赛使用的球台呢 也是日本的这个三英球台 也是明年东京奥运会的比赛使用球台 那么 这次比赛也是尽量的去打造这种 东京赛场 东京感觉 赛林威拿到盘点 今天看来三位小将所在的九团啊 是有机会去冲击一下五团 这样三比二 赛林威在零边落后的情况下 连班三局战胜了薛飞 为自己的团队拿下了第二分 好 我们也稍事休息